我三個東西沒有拋棄 煤、鼻、水和宣紙 這個我沒有拋棄 你一直要做 把它們作為一種 做事的一種工具 沒有拋棄 因為它有很大難度 它有 我們中國的傳統這幾個東西的 表現力 那麼我們在畫的時候 其實很艱苦的 這個符珠 對 它在行走 它鑽金 鑽金筒不管大小 它是不是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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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一樣 文化明明明紅這幾個字 重複的不斷地念 上千年的念 它有魅力 就因為它簡簡單來說明 就是人生的一個問題 你如果確認這個東西 你就堅持地做下去 這個信念就產生了 嗯 這個念字啊 它這個念啊 下面有個心啊 心需要熟伯啊 心需要熟伏啊 要自己 要熟伏自己 慾望要熟伏 這個信念它才會堅定 才會產生一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這種 就不行 就是要命令你自己要做一件事 把它做 做下去 就這種心就產生一種信念 這種信念 不斷地不斷地不斷地做 沒有花心 沒有想到其他 嗯 它其實就很沉淨了 跟你的生活就活賠了 你生活需要它 那個心情是其實很痛苦的 嗯 當然那個痛苦的是不知不覺的 當中有喜悅在安慰你 嗯 因為你鼻鏡往前面在走 嗯 它有安慰 鼻鏡 紙和這個鼻 運行當中的一種聲音 那個鼻在行走 那我跟周桂平說就是 他說怎麼樣苦啊 我說苦就是 你擺一張紙過後 這麼大一個紙 就像一片沙漠啊 那麼一個小的人要在這裡面 行走嘛 他要活下去嘛 他就一直把它走完嘛 嗯 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就是你過去學的東西 或者是 當然思想上不談的很全的嘛 嗯 也有一定的這個控制力 要強大的 比較強大的 慢慢地做 慢慢做完 這個時間就過去了 他就 停留在紙上 你一定要搞一個很純粹的東西 這個跟東西是沒有關係 你要追求活比是不可能的 我們現在東方人的那個習性是 是上千年形成的 我們的文化上千年形成 他們的文化 他們也是很漫長形成的 兩邊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這個線條我覺得 我有一點 做的 專門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有一點好處就是 他們是 是離體的開始 體積 這方面 我們是虛無的開始 因為我們是 一根線是虛無的 我們在畫一個瓶子的時候 邊上的一個線是沒有的 是易燒的 是錯誤的感覺 那麼這一線就很重要 是個什麼線 我現在用功 就是用在這一根線條上 最主要的就是要 離開線是吧 就是 我就經常在想 有人如果勸你 要去畫另外的畫 要去比較現實的話 你肯定不會答應 因為我還得反勸你 離開現實 現實是不可愛的 人總是需要他可愛的東西 現實哪裡可愛 這麼多傳啥 這麼多戰爭 這麼多鬥爭 流這麼多血 這麼多冤暗 有些人死掉過後 十幾年了 才發現真的兇手是別人 不是他 他已經槍斃了 這個世界值得 值得你去愛嗎 你如果不愛 遠離他吧 你看我的畫 都是講究公平的嘛 平平的一片 給人是什麼感覺 虛無的 沒有的 但是裡面有 有是什麼 有是你的心靈 看畫的人的心靈 你買我現在的畫 要資格的 要認證資格的 這個認證資格 不是你們畫廊認證 是他自己 出現了買這個畫的人 他自己要認證自己 不能不能接受 我看到對我有沒有有幫助 我看到過後 能不能 哎呀我的那個 很多事情要改了 不對呀 你能不能改得了 這個資格他需要 需要他自己去努力呀 就算了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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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有些人 感谢观看